好我們現在呢終於來到了我們就是 這個最後最後這個我們直播已經兩個小時馬上要結束了 不好意思大家再稍微 要耐心稍候一下 我們要來公佈我們就是天的100塊的本主 只要看到這個名字就知道第一名是誰了好不好 321 有沒有人猜對了是中興來配卡我記得好像 一開始就有人猜對了 恭喜你你可以拿到就是100塊錢 他是誰的話就是 直播結束之後我再去看 好啦這個中興來配卡說真的啦就是 噴鐵不成鋼你知道 就是他這個卡片很可愛 那首年推出來的時候真的很棒但是 他現在的回饋就是變得比較 比較沒那麼好 就是只有一趴回饋卡面 海外是2.8% 所以呢 我就沒有那麼的推薦這張卡片 那因為我在剪卡排行榜裡面也把它放在好像是第五名吧 所以就因此而引起了就是 就是我們某些銀行就是中興比較不開心 所以說呢 就 跟大家這邊有合作機會啦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還是要實話實說 就是 您如果覺得他不夠好不喜歡就可以把它停卡 好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您覺得說他還可以當作區域省卡 就是通路省卡 比如說區城市5% 或者是海外刷卡消費2.5% 還是可以留著使用 這個我也不反對 你把它留著 就看您自己的需求 你覺得這張卡片不好 你不喜歡 你就剪掉 很好 但你如果想留著 我也不反對 都很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觀眾的意見 好不好 真的這個就是 中興來配卡 就是我們 跌落省卡 卡片 經典代表 好不好 來看看大家對他的想法 網購回過年5% 換錯了 好這個網友票選2018年神卡第4年是中興搭配卡 然後呢 他得到的得票數是34票 那他的得票率是9% 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裡面有9個人覺得這張卡片是神卡 這個很有趣 來看一下 來 有人講到說 到底都有人介紹 買東西看到不少人拿 也就是說去年因為他還算是2% 他還算是神卡 所以大家還是會把他拿出來使用 然後也有不少 波洛克跟KOL在介紹 來 再來有人講到說 沒太多回饋門檻 好用 實用 通路廣還可以到處換點 跟轉點 這個真的不錯 其實 我覺得中興來配卡 他這個LinePay他其實有把他的點數生態圈做起來 所以你其實不管再買什麼東西很多地方都可以直接抵掉 這個就是 那個玉山拍卡比較弱勢的地方 他沒有辦法就是 超越這張卡片 因為這張卡片他的通路實在是 彈用性太廣 所以 如果您自己本身還是有累積一些LinePay點數的話 就是 還是可以把它用掉 用掉之後 開始要停掉 一點點 便利 好 再來 無腦刷刷刷 LinePay通路多 網購也能比 不怕每一地方花 這是怎樣 他是在寫那個 絕句嗎 真的是 還有 還有那個 對象字嗎 好啦 到處都有2% LinePay 不錯 海外2.88回饋 還有很多地方回饋很多 這也是人家就是 喜歡他的原因 再來 雖然優惠不比2017年但是還是好用 LinePay好用 LinePay通路多喜歡這張卡片 習慣使用刷卡 2%的通路廣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 在2018年真的也是大家很喜歡的信用卡 但是呢他在2019年就是 遺落了 這是非常的可惜 我們今天的這個 排行碼就到這邊 LinePay LinePay